其实这一次的军演算是预料当中 因为你既然在5月的时候有个联合利件A 你当然知道说年底之前应该会有个联合利件B 不过关键点在于就是大陆的军演 它这一次又跟之前有什么样的不同 而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这些不同 以及现在你看到不管是韩国的媒体 日本的媒体 或者之前我们看到这一个在国际上面的非应力组织 国际危机组织ICG 提出来的警告 这里面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启发 首先第一个它的不同点 当然这个是它比过往更接近 然后还有它对于港口的部分 特别实施了许多的军演 那这个使得我们其实很明显的看出来 就是跟我们的对外进出口的运输 是有很大的关系 这跟封锁是有关系的 第二个部分是它的辽宁舰 已经跑到了我们的东边了 所以这个拒止 也就是拒绝所有台湾以外的 不管是美国日本 那么要求它不能参与台海之间的任何状况 是很明显的一个情形 第三个部分 这个部分我们要说明一下 它不是联合力建演习其中的一环 可是它可能对台湾的威胁性更高 刚刚预防委员有提到说 就是他们的海景 分成四个编队 然后其实就是环绕台湾的巡管 他们称之为叫做巡管 那这个绕台的巡管 对它现在其实就只有宣示主权而已 所以它在宣布的时候 强调说在一个中国原则之下 实施巡管 所以这个是它在此时此刻 它暂时做的事情就是 我反正就是绕 我就是绕 但是绕到有一天 它如果对外宣布说 所有要进入台湾 都必须要先向大陆申报呢 它随时可以这么做 而且它现在如果这么做的话 其实全世界 依照他们自己在建交的时候 所签订的一个中国原则 他们还必须要这么做 所以这一次它其实同时出动的是 海军的空军的 包括航空母舰的军事演习 以及海警 其实是两条路线 可是它今天同时执行 所以对台湾 我觉得它不是直接的 武力上面的威胁 而是呢 它就像是海军司令 接受经济学人的 专访的时候所提到的 就是他们现在的 蟒子的策略 它随时可以封锁台湾 随时 只要它要 只要它想 只要它愿意 那么现在关键点来了 就是谁会给借口 当时唐华 其实接受经济学人的专访 重心点是放在 我们海军绝对不会打第一枪 我们一定会很小心注意的 所以我们不会给对方有挑衅的理由 那问题是政治上呢 政治上挑衅的理由呢 其实这次联合力箭逼 如果按照路透社所报道 台湾的军方就已经 很早就已经告诉他们说 哎呀 这个不管国庆谈话怎么谈 都一定会有个联合力箭逼 它其实祖国论 爱魂条约说 这可能是真正的重心点 这也是为什么你看到日本韩国的媒体 都提到说台湾这边 其实已经北京已经看 这个赖清德已经就是 就是就是独派分子了 你已经没有任何的谈判的空间了 已经没有任何和平的空间了 这是他们觉得紧张的地方 这是日本韩国紧张的地方 所以我就说我们周边国家都紧张 因为觉得情势是危机的 而国际危机组织呢 也警告就是说 你赖清德赶快回到中华民国宪法 你赖清德赶快回到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其实对台湾是比较好的 就我们这边其实很夸张 出现一个吴征 然后跳出来说 哎呀你这个是国民党的外围组织 简直是疯了 我跟你讲现在赖清德最大的危机是 他个人的意识形态很重 他个人是冲撞的 但他周边充满了一群幼稚 然后无聊 然后只知道去不断的攻击别人 但不知道台湾的处境 有多么危险的一群人 会做出像吴征这样子 发一个新闻稿去指控ICG 你要知道ICG的创办人里面 其实很多都是跟民进党早期 是关系非常密切的人 他居然敢做这样的事情 你就知道说他有多么的无知而幼稚 然后可是他们都位处于重要的位置点 最后我要提的是 他们这样子的暴冲 可是台湾准备好了吗 你今天所收到的海巡弟兄 所传给你的这些讯息 其实他有广发给所有的新闻媒体 就表示说他们快要忍无可忍 因为他们感受到压力非常的大 那内容大致差不多 但是我这边提一点 可是我们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刚刚预方委员说 你少买一个飞蛋 是不是这边就可以买好一点的装备给弟兄 今天的问题是在于 给了他钱 他还给你买错东西 这里面有没有人谋不张 比如说雷达设备 比如说无人机 无人机不是很重要的海巡 在执行海上任务当 很重要的配备的这些装备吗 那既然是海巡署 既然是海上执行任务 他不买海机型的 他买陆机型的 就是说他不是买在海上运作的 他买是在路上运作的 海上运作跟路上运作 有什么样的不同 你如果去出一趟海 你就知道风很大 所以你的无人机 如果没办法抵抗强风 你就无法运作 我们花了大钱去买了无人机 就他无法在海上运作 这就是我们现在暴冲 但又不肯面对 我们军事准备不足的现实